金牌魚一、艾葉一條根、強腰塞、散寒濕、解勞類、萬寧獨賣 歡迎收聽新時國庭新聞 我是Lily 以下內容取材自視證評論員 中原於大紀元首發文章 9月25日多國首腦聚集在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 中共黨魁沒有前往 但中共火箭軍卻向太平洋發射了一枚 洲際彈道導彈 中共外交部聲稱不針對任何特定國家和目標 不過誰都知道這是針對美國及其印太盟友 美國總統拜登揭露中共處處被人 中南海逼不及待敢要回應 聯合國大會正倡道和平 中共卻選在此時公開示威 恐怕產生的效果會與中共所願正好相反 9月22日 紐約聯合國總部 迎來一年一度的大會 各國首腦相繼發表演說 中共黨魁再度缺席 本次大會期間的未來峰會 通過了未來契約 和平是其中的核心主題 中共亦被迫同意 但中共媒體並沒有報導此時 未來契約還專門強調了核財軍和未來世界無核化的願景 中共恰恰選在此時 向太平洋發射一枚洲際彈道導彈 還故意提及 攜載訓練無意彈頭 這不僅是在針對美國 也在恐嚇美國、欣泰的盟友日本、南韓、印度、澳洲、菲律賓等 當然還在恐嚇台灣 中共軍機當日有大批出動 22架逾越台海中線 中南海當然知道各國首腦混雜聯合國 中共黨魁不去也算了 卻偏偏在敏感時刻下令試射、洲際導彈 還非要加上一句攜載訓練無意彈頭 似乎生怕外界 看不明白中共的核恐嚇 世界再度見證了中共的另類表演 也有一次難以理解中南海的編執邏輯 中共黨魁不參加聯合國大會 應該自覺可能遭遇冷落 還可能被針對 難道是乾脆就放手一搏 故意向全世界示威 9月24日 烏克蘭總統顧問 法拉西烏克披露 烏克蘭戰場上發現的俄羅斯武器中 如果考慮所有常見類型的武器 及其外國製造的組件 約60%來自中國 法拉西烏克還表示 中共也充當西方產品的中轉站 中國中共是最大的問題 中共對俄羅斯的支持力度已經夠大 俄軍雖然近期在烏克蘭東部的進攻取得一些進展 但始終未能達成軍事上的真正目標 烏克蘭軍隊越境攻擊 佔領俄羅斯的富爾斯克地區 俄軍尚未擊敗反攻的烏克蘭軍隊 眼看俄羅雙方 走上談判著的日子大概不完 中共恐怕急了 中共在中東的算盤 亦難如意 哈馬斯已經被以色列打敗 現在開始著手對黎巴嫩真主黨 背後的直接支持者伊朗 卻突然變了口風 哈馬斯不行了 真主黨如果挺不住 伊朗就只能自己上陣了 但新任伊朗總統應該並沒有那麼蠢 他被外界認為相對溫和 這次在紐約也試圖 極力地撇清伊朗和哈馬斯 也門胡塞組織的關係 並稱 我們希望和平生活 不想要戰爭 他甚至還故意和俄羅斯拉開距離 聽 我們不贊成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中共黨魁缺席聯合國大會 而伊朗卻正利用這一舞台 釋放緩和的信號 這樣中南海反應過度 還真是遲鈍呢? 中共很少向公海試射 專門搭載核彈頭的 洲際彈道導彈 據悉上一次是1980年 試射過洲際彈道導彈 它今年是44年 但中共宣稱這是火箭軍 年度軍事訓練例行性安排 9月21日 美人澳舉行年度四方安全對話 會後的聯合聲明繼續針對中共 稱 我們強烈反對任何試圖通過武力 或者脅迫改變現狀的顛覆性 或者單方面行動 我們譴責最近在該地區 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的 非法導彈發射 我們對最近海上領域發生的危險 和侵略行動 表示嚴重關切 中南海如果想及時回應 應該在9月22日就撕射導彈 但不排除火箭軍準備時間過長 接令後不能立即發射 直到9月25日才完成發射 這次來自中南海的發射命令 更好似是臨時起義 四方安全對話本來是閉門會議 但因馬克風沒關閉 拜登的內部談話不小心曝光 拜登說 中共處處被人 在試探我們 如果中南海是在針對 四方安全對話 和拜登之語 這樣回應的決策就有點緩慢 也可能中共火箭軍操作時間過長 則屬於反應遲鈍 美蘇曾簽署中度條約 限制各自的陸機中程導彈 以防止對方將中程導彈 固定部署在本國領土附近 特別是攜帶核彈頭 中共誤受條約限制 趁機發展了陸機中程導彈 東風-21、東風-26等 並號稱能夠拒絕阻止美軍介入台海 2019年 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退出 中度條約 2024年 美軍的陸機中程導彈 堤豐系統部署到菲律賓 中共原以為 在陸機中程導彈部署上 佔了便宜 但如今美軍彌補了這一缺口 又在藍射營 空射營導彈方面 擁有明顯的優勢 如果中共再發射 中程導彈 恐怕只會獻醜 美軍已經將中共火箭軍的情報 摸頭了 中共導彈的質量性能 和維護狀況都較差 火箭軍被整縮 也與這個有關 中共的東風-21導彈部署數量 正迅速萎縮 應該原本就好看不好用 也印證了美國的情報 這個時候 中共只好小見地 拿出洲際彈道導彈 直接進行核鵝炸 中共將中美對抗 直接拉到核對抗的級別 實際也正因為中南海憂心 在常規衝突中輸給美國及其盟友 先不得不採取這個核鵝炸的方式 換句話 中共這個時候不敢開戰 卻更害怕被打 於是拿出核武器再具壯膽 現在可能來了一個拐點 一旦俄羅斯頂不住 最後不得不撤軍 下一個擺上桌的就是中共 中南海的恐懼已經提前來臨 越想越怕 先發射了洲際彈道導彈 還專門跳了聯合國大會的時間點 9月25日的中共外交部記者會商 面對多名記者提問 發言人林劍最初試圖 將球完全踢給中共國防部 但後來又不得不修改回應 中共黨魁臨時下令 中共外交部恐怕也措手不及 正在紐約演戲的王毅 只能夠更加尷尬 十分不臭口的是 黎巴嫩真主黨當日 首次向以色列發射了一枚彈道導彈 竟然與中共撞車了 中共在聯合國大會期間發射導彈 相當於與恐怖組織的行為或等好 對全世界露出了邪惡僧的一面 亦洩露了內心的極大恐懼 所產生的後果恐怕與中共所願正好相反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與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得訂閱、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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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